來,你選 來,第二名 來,第三名 今天我覺得打來可以啊,現在每人穿個襪子來領取 自己拿,自己拿,自己拿 每個人都有 每個人都有 打球有幾個問題啊 就是打球有幾個問題,就是我們在打,我跟你們打,我也看你們打 就是有幾個問題,就是首先大家要承認自己是個菜機 要放著去駁每一分的心態去打球 才能發揮好的水平,如果你放著今天非贏不可 或者是一定要定一個目標,這種心態是很可怕的 不要有這種心態,跟任何人比賽,打任何樣的球 你的所有的注意力永遠都是下一分 這一分打完,好這一分過去了,我就去思考下一分 要怎麼辦,怎麼贏 好,下一分不管是贏了輸了,這分也過去了 就好好思考下一個球 不要把前一球 或者是上一局的情緒 帶到下一個球,下一局當中 這是一個很傻的行為 第二個我要講的就是 對於場地 你看這個場地這麼小,對吧 它肯定適合進攻啊 下壓對不對 誰 具有下壓的機會多 誰就能贏球 這是根據自然的條件 你要有一些自己的想法 你不能上來,你就冰來降檔,水來吐淹 那怎麼行呢 那你是永遠打不好羽毛球的 今天這場地這麼小 就是要以下壓為主 對吧 這第三個 除了我們可以這樣子保持優勢 下壓海,然後呢 然後靠什麼呢 靠你殺球得分嗎 能夠贏嗎 你殺球你是贏不了球的 你不失誤才能贏球 你要盡可能的減少每一個失誤 被打死了,認了,沒話說 但是,絕對不允許七分裡面六分是我自己失誤的 那出的太虧了 懂不懂 然後還有一個,第四點 就是提前一天已經告訴你們了 今天下午我們是要進行一個挑戰賽 對吧 那你們在比賽之前的準備 熱身,包括補水 這些東西都要準備好呀 不能,哦,比賽,就比賽隨便 你怎麼能贏呢 就是你每一個,每一點都比別人做得好一點點 奧運冠軍是怎麼產生的 就是他每一點上 比如說他今天睡眠比別人好 他吃的比別人飽 飲食休息更加合理 熱身比他更重視 就每一個小點才能積累出最後的勝利啊 對不對 大家要保持好這種心態 然後我再跟你講技術上的事情 所有的訓練,對吧 肯定都是要枯燥的 要磨練的 今天我覺得有幾個人我覺得表現得非常好的 首先呢,夠我打的 魚哥我覺得打得不錯 魚哥是非常非常認真的啊 要訓練各方面也是非常好的 對吧 魚哥不錯 贏了我也去 然後第二個我覺得表現非常不錯呢 就是這個小朋友 這個小朋友 但是呢,他剛剛沒有打電話 讓我很生氣 你打電話幹嘛 你女朋友找你啊 你打什麼電話呀 你打完你的消息 看一下別人怎麼打的 對不對 你看看別人嘛 看看你自己會不會有這種問題吧 挑挑別人的問題嘛 對不對 大家在練的時候 自己提升肯定是一定的 但是你們練的時候 你們是不是現在也養成了 你也會看到別人在練的時候 會幫別人挑問題了 這也是一種進步呀 你們現在至少有一個基本的意識 說這個人練得好或者練得不好 對不對 這也是一種進步呀 對吧 你不能光靠自己 你一個人是打不了羽毛球的 然後呢,現在四點半 我們在一個小時的生理訓練練練力量 馬要練,帶他們練練力量 拿彈力帶 練練彈力帶 然後腰腹核心 練一些這種力量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比完賽之後一定要練力量 因為比完賽之後 人的身體你肯定會非常鬆弛 然後呢,明天又要訓練 不要太鬆了 練力量緊一緊 然後下個禮拜我們再來打 下個禮拜我們再打團體賽 那今天我們就到這裡 今天比賽非常好啊